12月新PS5 Slim国行版上市 想买PS5的同学面临的选择更加复杂 老版还是新款 日版还是国行 光驱还是数字 马上双12了 价格一片一个样 先看新版PS5 Slim的价格 国行光驱3318 国行数字2769 日版光驱3418 日版数字3099 数字版和光驱版差价500左右 虽说数字版可以加光驱 但是推荐直接买光驱版 因为这样性价比更高 国行光驱比日版便宜100块 还有全国联保 推荐国行光驱版 日版机器是店铺保修 不需要备份也不错 买的时候建议保税仓发货的 上面的价格是我11月底查的 来自拼多多百亿补贴 各位看到视频应该是12月了 跳水力度可能更大 下面继续说老版PS5 国行光驱3318 国行数字2208 老版的数字版是不能加光驱的 但是这个价格已经很便宜了 比新发布的PS Portal还便宜 新PSP日版还要2400多 不过大家要注意 PS5老版目前都是库存机 老版的日版我都没查到价格 还能不能买得到得看缘分了 时间不多了 总结一句话 新版PS5 Slim 哪个便宜买哪个 但要注意正品和购买渠道 多看看 多比比